民进党不管怎么样 他是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 他不管怎么样 内斗完了是一致对外 所以我还是劝国民 你韩国瑜现在面临的凶险的程度 只是才开始而已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小华 民进党是不是一只发情的效果 一天到晚去挑韩国瑜 从草包到水煎包 全部都可以打做文章 韩国瑜不是没收咨询权吗 民进党天天假动吗 林飞就讲了一句话 你跟外兵去吃好吃的东西 结果 结果意识主的人说 那你错了 韩没有接近外邻 韩那一天只吃了一个水煎包 一颗大概人民币六块钱 一颗水煎包人民币六块钱 吃他的午餐 那你说这个是丰盛的饮食 那我真的不知道 民进党到底在想些什么 所以他们骂 从草包到水煎包 酒空到酒鬼 这些都是民进党赋予韩国瑜的名词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 他们看到韩国瑜是非常的兴奋 认为韩国瑜坐到这个位置 就跟一个待宰的羔羊 天天想尽各种方式要搞韩国瑜 韩国瑜现在是不动如山 不动如山 像民进党就像一只发情的小狗 就是天天在那边斗韩国瑜 斗到最后韩国瑜根本不理你 那当他不理你的时候 他饶狗又要玩出新把戏 所谓玩出新把戏 他推动了 他立愿的无法 就是执行权要那个减半限缩 限缩所谓的调查权等等那些 天天在搞这些东西 那韩国瑜呢 也不理你嘛 看你怎么提嘛 那我们现在再说回来 一直讲到了所谓的民主基金会 事先不通知韩国瑜 你看他现在他又讲 我们要尊重韩国瑜的时间 但是他韩国瑜没有跟我讲到时间 所以我四月十后 我不必通知韩国瑜 那我自己发通知 我要改选董事会 结果他为什么他要改选董事会 预算要进行审查了 就是说民进党去搞韩国瑜 有一大堆的理由 但是这些理由 坦白说都经不起考验 那事实上 他们一直想弄韩国瑜 主要也有四个目的 第一个出韩国瑜洋相 看你能干多久 那第二个把韩国瑜架空 当成一个傀儡 执行的是民进党的意志 那你第三个 现在赖兴德快要上台 快要上台 他的首战 必须要把韩国瑜压下来 否则他未来四年的执政 他不知道他要碰到多少难题 第三个 那第四个呢 对于韩国瑜 担任龙头 他们感到不爽 所以现在天天用铺天盖地的手法 去搞韩国瑜嘛 去搞韩国瑜嘛 他们搞他的方式 就跟一只发行的小狗 一直在你旁边跳来跳去嘛 然后当韩国瑜不理你 你又变成一只老狗 然后天天玩那个什么小把戏嘛 那这一种政党 真的是不想解决问题 真正来讲 他们根本不想解决问题 为什么 原因非常简单嘛 过去一党独大 八年独大 当老大 那现在你要将他变成小低 那他怎么能够接受 那其次 其次 民进党 现在斗性已经出来了 这种斗性 可以说是赖清德挑起 赖清德不是讲吗 你要加强党的论述嘛 等等啊 就是说 他现在天天在 在讲的 表面上是云淡风轻 实质上呢 刀光剑 你要宣传 民进党的 理念 你要有 这个理念要有论述 你们给我去开那个节目 开了节目以后 还是天天在马 韩无鱼嘛 这样子 一个还没上台的人 天天对韩 指指点点 那你看 老百姓心里做何感想 那再加上那一些新潮流的 天天不甘寂寞的 好 天天不甘寂寞的 今天讲这个 明天讲 讲那个 那到了最后 他们希望说 这两车对撞 那我们现在来看 你韩国瑜面对这些局势 我感到忧虑的只有两件事情 就是说国民党虽然是第一大党 但是每一个委员都是自首炮 他只想凸显自己 有没有一个整体作战 对于韩国瑜面对的这些事 现在越来越少国民党帮韩国瑜讲话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 国民党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个是一个 那第二个我感到忧虑的就是说 国民党能不能结合在野势力 包含民众党 包含其他党派 能不能结合在野势力 去对付民进党 过去民进党是结合了在野势力 对国民党施压 对于在野势力都是卑躬屈膝 只要在野势力支持他的话 他可以卑躬屈膝 目标就是把国民党拉下来 但是国民党变成第一大党以后 对于所谓的在野势力 不闻不问 就是说在野势力出了那么多的 出了那么多的问题 国民党有没有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办法 不管大利率大蓝蓝小蓝蓝 小蓝蓝像好比说新党 好比说亲民党 虽然他们已经泡沫化了 但是至少他还有一点基础在 那看有没有人去看宋楚瑜 有没有人去看无尘点 都没有 我就是说感到忧虑的是说 国民党为何不结合在野势力 六成以上的民意 对民进党施压 一个韩国瑜 他们视而不见 那另外一个在野党 他也不想伸出援手 我就不知道 韩国瑜这个立院龙头 他只能够凭借自己的克制 凭借自己的克制 去跟民进党周旋 民进党不管怎么样 他是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 他不管怎么样 内斗完了一致对外 所以我还是劝国民党 韩国瑜现在面临的凶险的程度 只是才开始而已 未来真的等赖清德上台以后 他们两个会斗得非常厉害 这个是国民党 这个时候你要表示 团结一心的时候 不要让民进党各个寄托 现在民进党羞辱韩国瑜 这个草包到水煎包 连水煎包都能够做问题 当那个问题的话 各位就可以看看 民进党的心狠手辣 事实上就我所知 民进党一直想杀韩国瑜立委 就从大选一路到现在 他没改变过他们的心意跟立场 这个是值得韩国瑜注意